- 歡迎收看超Q杯 我是主持人鄭瑋博 我是Yuri Yuri 這一集我想應該又回歸到你的啦啦隊主場了 沒錯 她是誰呢 她是我人氣王子子 也是我的大學姐 真的嗎 就是在今年的這個賽季當中 Plus League的年度 啦啦隊人氣王 話不多說 讓我們來歡迎子子 YA 連進場都要如此的不同反響 必須的 YA 但是我其實非常開心 今天可以來 今天為了迎接子子的到來 我們Monte的主理人 Ean特地的創作 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很美麗 太誇張了 對 完全呼應兩位啦啦隊的甜美的身分 來讓我們先來乾一下 今天的來賓呢 是啦啦隊的子子 那Yuri也是我們啦啦隊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做了一杯非常非常漂亮 很適合女性營用的酒 那她的名字叫做心靈香芬 那我們在杯子呢 就是貼著用食用花 一朵一朵貼上的花 然後配上草莓的蒸餾酒 些滾木花的利口酒 然後還有酸葡桃汁來做 那非常的清爽 然後喝起來是一個 有點像白酒的感覺 但偏酸 然後帶一個花果的香氣在中間 喝起來非常適合夏天這樣子 恭喜子子今年拿到這個啦啦隊人希望 真的很厲害耶 對是透過非常多的權重 就是percentage拿到 就最後得到這個總分 所以你今天做到這邊呢 其實是實至名歸 沒有沒有謝謝大家 接下來呢開放你講感言 哎呀這過去的這個一年的辛酸累啊 得到講的心情的折衝啊 然後今天做到這邊 好接下來你的時間了 因為其實我自己比較想要拿到 是整個團體的 但是就是被希望Angel拿走了 哎唷 為什麼有換藝 對就是我們自己是這樣子想的 所以那時候得到這個獎的時候 就心裡其實也是百感交集 因為是比較想要獲得 就是整個團體的榮譽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得這個獎 我就覺得這個獎項是屬於 我們自己拉到隊 就是不是屬於我自己個人的 因為沒有他們 我覺得我也不會得這個獎 就是我覺得是 團體就是榮耀一起共享 然後對對對 但是你獲得是7054票 這個票數其實就是代表 你具有名義基礎 你知道嗎 名義基礎 好專業的名字 對 在拉拉隊的世界裡面 你們是有底氣的 賽事 球員是本體 拉拉隊是流量密碼 那 子子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成為流量密碼 我相信你們應該都有自己的一些 撇步跟必殺技 對 其實就是我覺得 我現在還是會比較主攻在社群上面 我先講第一個就是我的IG草稿 是通常我 我後來才發現是大家沒有 等一下草稿 對 什麼一回事 IG不是有草稿嗎 不是就是拍了信之所至直接發嗎 因為你會打草稿 多半的人都是這樣 但是我的那個手機拿出來 我的草稿就是可能二三十篇草稿 就是我會備份非常多 因為這樣我會給我自己一個安全感 就像你們錄節目一個存檔一樣 我覺得我是把我的社群當成是我在經營一個節目去做 就是我們不能讓我的草稿裡面是有空窗 讓節目你們也不能這樣 因為你們要一個定期更新 或是要跟上時事 我沒有辦法就是接受我的草稿裡面是沒有東西 因為例如說我會這樣子 假設我今天只是在家裡的沙發上拍了一個照片 好 但是我不會在今天就發出來 因為我不知道打什麼文案 但我就會把它存在草稿裡 假設今天就是外面今天台風天好了 我就今天台風天我就在家 因為剛剛好我就遇到這時事 或是今天地震我就又可以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但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我剛好跟上這個時事的話題 但是如果你沒有發生什麼事 你就發了這個文 那它就 不接地氣 對它的效果就會在最低 所以我會希望我的每一張照片 每個影片它都是在最佳的時候發出來 我今天這麼辛苦做這件事情 我要讓它的那個 效應最佳話 對效應最佳話 這個真的用筆記筆記耶 因為像我們很容易就什麼六天沒有發文 十天沒有更新這種狀況發生 所以在你的IG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 對但我的更新時間其實還是沒有固定 我會覺得那個種植不重量 我不會再說我一定要每天都要發文 但是我一定會給自己一個排程 例如說我們今天 我們不是都會拉隊 會有那種上班逐日嗎 穿OL裝 我就會盡可能的把它壓到說 禮拜天再發 因為明天就上班了 就加油終於加油欸 我不會就隨便在某一天發 因為我會覺得說 欸那這個東西會引起觀眾看到 會覺得真的明天要上班了 如果有這種同事的話 會不會很開心 它的那個心理的感受度 在哪一天看到其實是會完全不一樣 你的存量有分哪一些類型嗎 就是照片跟影片而已 對就是分這兩種 那它的題目呢會 就像你講的可能是一種 食事梗的 還是這種就是節日梗的 還是美食什麼什麼什麼 沒有題目 我就是要看現在 先存好 對先存好然後看現在 剛好有一個什麼話題的時候 然後符合這個照片 或符合這個影片 我就可以把它發出來 如果的人是我要做一件事情 我就是假如說像剪片 或是修照片 我都要一次把它做完 我沒有辦法就是假如說 去做一下然後再去吃個東西 然後再回來做 我一定要一氣呵成把它弄完 所以我就會連文案全部都打好 反正就是先放在上面 到時候你要改都可以 甚至有一些草稿是 你最後決定不發了也沒關係 可是至少你有東西在那邊 你才可以真的很順利的 經營你自己的平台 不會是說好像每一次都要 欸才發現自己十天沒發文了 然後才去拍照 或是才去錄一個影片這樣 我覺得就是要有策略 然後要專注聚焦 那我好奇 你身為隊長 你會對你的團員 有怎麼樣指令嗎 比如說 一天 就是每天要 什麼運動啊 然後或是隱私管理啊 或是 希望他們可以多PO一些文案啊 之類的 我其實很常 刀念他們 就是一個就是 我前幾天才念他們說 我就都講得很直接 我就說 如果以現在我來看你們的話 我們團裡面的人 經營社群都不夠認真 我就會直接這樣講 我就會直接說 你們都不夠認真 他們會不會玻璃心碎裂滿地 不會 因為他們 因為我其實是很溫柔的 所以我對他們好的時候很好 他們就很能可以接受我這樣跟他們講 因為我不是都很兇 但是我講得很直接 因為其實他們有些人是 你如果不直接一點 他真的聽不懂 對啊 或是學姐 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你很完全跟他們說 欸其實應該要認真一點 建議社群喔 他們真的會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所以你要很怎樣說 就是很不認真 所以你們其實都應該要更勤勞的去PO東西 或是我覺得他們 舞蹈狀況不太好 我就會請他們去外面多上一點課 對 就是我其實比 對我比較care 當然他們身材也是一點 因為我們凱總非常討厭 比較沒有在控管身材的人 對他對這一方面蠻嚴格的 因為他自己可能有在運動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你身為一個拉拉隊員 你的體態一定要維持 所以我覺得這個壓力他會給 我就不用負責 球團GM韓俊凱 你會要求所有人不只是球員 連拉拉隊的這個體重管理 體型管理都要管理 他連他辦公室的員工都會管 哇這真的是 對這是一個小爆料 對小爆料 他就是很在乎大家的身材 因為他會他的 我覺得他會覺得就是 你如果你身材要管不了 你還能管什麼 我覺得很有道理 對是這樣沒錯 但我覺得是健康很重要 因為尤其是我覺得 我們身為表演者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那種追求 很瘦很乾的那種 但是我覺得就是觀眾看到的時候 至少你不要說你肥 就是肉脊在外面 然後你整個人的狀態 都鬆弛到不行 我覺得你要管到就是觀眾 看得舒不舒服 嚴度最佳GM至君嚴謹 嚴謹到大家都一定要非常 好好把自己管好 沒錯 你的舞蹈技巧非常的高超 對所以說呢 除了我們現在看到 應援的這些舞曲之外 其實你還有哪一些風格的舞蹈 是你的必殺技 小時候就很喜歡跳 後來高中就去考華岡藝校 然後在華岡藝校的時候 就是學了非常多的舞蹈 因為我那時候是舞蹈 表演藝術科舞蹈組 所以那時候是 現代舞芭蕾舞 中國舞民俗舞 踢踏舞 國標舞 街舞 就是全部都要學 所以就是 我每一個東西都會一點 對 但是當然最 跳最好的一定還是街舞 因為我後來自己在外面上了非常多的課 因為你最喜歡的是街舞 對 然後 還有一個比較多 如果以街舞來講 除了Stacy以外 大家比較不知道可能就是Locking 因為 Locking 對 其實我以前最喜歡先跳的舞其實是Locking 對 但是其實因為 這個在拉拉隊場上 球場比較難 就是會一直要用到這個表演 很看不出來 因為跳Locking的人 通常都是會戴個帽子 穿得比較寬鬆 或是穿得比較復古一點 對 但我其實私底下就是穿得跟男生一樣 就是真的只有工作的時候 會穿得比較女生 業務有 對 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 我現在是營業用 營業模式 對 不是營業模式的時候 我就是寬褲搭T恤的帽子 對 就是像男生 舞蹈方面就是 我覺得都有涉獵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我比較著重就是在 對表演的了解程度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主題 我會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個故事 我要詮釋它 對 我比較不情願說 就是真的只是把一個舞蹈套用到一個歌 我比較喜歡是 我要先聽了這個歌 對啊 那我要先想這個主題是什麼 服裝是什麼 然後我想要傳達是什麼 然後再開始編 因為這樣我會比較知道我要弄什麼東西 對 接下來會有個小遊戲 我要按摩 I lick my lips and shake my hips I see you want a piece of this The way I move is addictive You're hooked on me like cigarettes Can't look away from my body Now you wanna get naughty We gonna have a private body Come on now let's get started Shake shake For my mama gave me The heat is rising I'll pull the race And the way I'm feeling is so amazing Let's keep it going until the AM Once we got it it can't be stopped Our chemistry is going off in charge Walking around looking like movie stars Love so where like you came from Mars Shake with my mama gave me The heat is rising, our pulse is racing The way I'm feeling is so amazing Let's keep it going until the 8.00 What you started it can't be stopped The chemistry is going off the charts Walking around looking like movie stars Love so where like you came from Mars Walking around looking like movie stars 聽說大家會去跟你情土心事 導致你家成為一種某種宮廟 對啊怎麼會說是宮廟 什麼情況 其實起因是這樣 我前幾天才生日 生日的時候他們還弄頭螢幕 做了一個指南宮 就是一個廟就對了 他們所有人都扮成神 可以去你家問世的概念 因為他們一直覺得我在他們心裡 就是一個菩薩的概念 他們很常會打電話給我來我家 就說我可以去你家嗎 然後有些事情要跟你講 順便蹭飯嗎 也是 真的嗎 你廚藝好嗎 我是會煮東西的 但不是這種超級厲害 但是一些家常菜 燉湯那些是很好吃 燉湯已經很厲害 不只是會煲湯 還會給人家心靈雞湯 對 各種雞湯完之後 大家會問你 問世當中 這些女孩 問到你覺得最荒謬 或最特別的問題是什麼 雖小翻白眼 最一開始 最一開始當然都是問一些工作 正常 例如說我現在流量都起不來 然後就是 或是跟粉絲之間遇到什麼問題 工作遇到瓶頸 價錢怎麼談 什麼這些 然後我一開始就覺得只有工作 到後面會變成 遇到渣男 被劈腿 男朋友不理他 跟媽媽吵架 跟媽媽不和 就是什麼事情都排 還問說怎麼辦 我最近跟我媽怎樣這樣 我想說蛤 妳跟你有解決這個嗎 對 妳都有辦法給出意見嗎 對 因為我就是還是會盡可能的先安撫他們 然後跟他們講說 大概的給他們一些方向說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怎麼樣去面對這件事情 但是這也是我自己遇到的話 我可能會這樣做 但我覺得不代表他 如何甩掉渣男 請開始 對 因為像我們隊裡面的女生 都會說我是一個殺伐分明的人 我覺得就是現在的女生 就太容易暈船了 我們隊裡面就很多個 很容易暈 對 就是一不小心就會覺得 她是不是喜歡我 對 相處了兩天 好愛她 有一個訊息就會發瘋了 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我都會跟他們講說 你要先建立好自己 因為我覺得這些女生 都是他們會一直沒有 你其實自己還 你還沒有那麼愛自己的時候 然後你就一直想要去 對這人暈船 然後對這人好 然後就想要一直傾心在她身上 然後付出很多東西 可是你自己都還沒有完整 然後你就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釋放很多東西出去 那你就會很容易吸引到這些人 你如果發現這個人是渣男 但是你就是已經決定 就是要遠離這個渣男 你會用什麼方式 就是跟她 就是 Say Goodbye 我就會把我想要講的東西 全部都講完 就是假如說 我覺得我在這之間 就算是一個遺言吧 所以最後一段話 我就把她講完之後 我就會真的徹底消失 我是一個可能斷捨離的人 我就是不會再跟她 就是硬要私訊她 硬要回她 然後硬要去找她 就是可以不用當朋友 對因為我覺得這樣才有冷靜的空間 就是人家說 假如說我們兩個現在吵架了 我們一定要就是關在不同空間 我們不能這個磁場 然後我們還繼續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跟這個人已經 你已經覺得你遇到渣男了 你就一定要想辦法先跟她 真的隔絕 因為多半的女生就是因為暈船 她沒有辦法真正的隔絕 她就會覺得好想在密 她每天去看她們來看自己的線動 每天去看她們來按讚 對 你就一直想要關注她 到底有沒有發現我 就是你要開始一定要 你可以關注還是你要 一定要忍住不能密她 然後不能跟她聯絡 因為這個東西才能夠 讓她也真的想清楚 然後你也可以真的想清楚 最好的方式就是封鎖 我親生經歷過的是 我有一任男朋友 他就是跟我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他在花蓮讀大學 然後他還 他跟我說只是好朋友 但其實他們都在一起 然後要PO很多照片 然後其實那個人是他的 就是 女朋友 正牌女友嗎 不是 是 那個女生其實也知道我是 他女朋友 然後但還是跟他在一起 然後他們都一起謊稱 我還去花蓮找他們玩過 然後後來才發現他們是在一起 那我是怎麼發現的呢 是我們後來分開了 分開了之後 我也交了男朋友 就是分開也很大一陣子 交了男朋友之後 然後他又想要挽回我 然後他就跟我 一直跟我講說 他當初我們分開的原因 是他劈腿另外一個女生 這是前提喔 那反正因為我也很難過嘛 但後來也交了男朋友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想要挽回我什麼之類 就問我過得怎麼樣 我說我已經交男朋友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願意為了你跟現在那個 就劈腿的那個女生分手 然後他一直在說什麼小話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所以很厲害嗎 所以他意思是說 那你要不要也跟你現在那個分手 因為我都願意為了你 跟我當初劈腿的那個人分手 你為什麼不肯 然後我就問我 為什麼 這是什麼邏輯 後來他就自己爆料 他就自己說 我老實跟你講 我那時候在花蓮的那個誰誰誰 他也是 我也是跟他在一起 我後來還是選擇了你 我就說 謝謝喔 真的是謝謝你 拜拜 對 一批再批的 還為了要跟我 就是我後來交的那個男朋友分手 然後講了他 我現在一直不斷選擇 他就一直怪我 他就覺得說 你就是不夠愛我 所以你不願意跟現在這個分手 我來你講了吧 對 我這個邏輯我永遠都不能理解 對 這我遇過最差的時候 好 穩進 我那路要上身了 我要來 讓你輕鬆一點 冷靜 冷靜冷靜 就是昨天才有一堆 我們的女孩來我家 然後他們有一個人問了我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們其中一個女生 因為以前發生過一件事情 然後不管他現在做了什麼 都會一直被酸民罵 這件事情就會一直被提出 他的因應這樣子 對 然後他就說他很想要把這個標籤撕掉 我就會跟他說 為什麼要把這個標籤撕掉 就是 你被 有一些標籤就是你發生了 因為我自己也有發生過不好的事情 就是我以前有 就是可能私密照外流 然後還有以前在Lamigo的時候 住住節的事情 就是 但這些事情就是 你年輕的時候發生的事 我覺得這些東西我要撕掉都不可能的 尤其是那些事情剛發生的時候 你出來工作 大家就會一直講一直講這個 但後來我跟我自己講說 你就是只能 你不做這個工作 你不做這個工作也不是 做這個工作也不是 你不管做什麼東西 再怎麼努力 大家就是會一直講這個東西 但後來我跟我自己講說 你就是只能更努力 讓這些留言 讓誇獎你的留言多一點 然後讓這些少一點 但是不可能讓它不見 我自己就是 我會直接 因為這是我的社群 我會直接刪掉 然後就封鎖 反正你不喜歡我 那你以後也再 你不要再看我 也不要讓你不舒服 所以我們就這樣 那我也不會再看到你 你也不會再看到 我的IG下一個很棒的功能就是 你封鎖了它 它再辦的小號也不能再密你了 你會封鎖它所有 對 很讚 你所有有可能它在辦的帳號 你都可以把它封鎖 所以我就覺得就是 我們要做這個工作 就是有它好的地方 但是一定也會有 你要犧牲的地方 但是你能不能夠 平衡這件事情 只要說我真的就是 這麼的想要 有情緒就抒發出來 那你就不要做這個工作 那如果你要做這個工作 你真的就要告訴你自己 你面對到這件事情 即使你覺得你 你為什麼要被人家這樣吃虛 你真的覺得這件事情很不公平 可是因為你做了這個舉動 確實有影響到別人 那我們就去認錯 就是我跟他 我的團員們的立場會講 就是我覺得他們都有很多不同的個性 我非常能夠接受他們犯錯 因為我自己也是 發生過很多不好的事情過來的人 所以我沒有覺得說 犯錯是一個什麼大不了的事 你就是只能在這個 一直犯錯一直犯錯之間 然後變成更好的人 只是說你不要太在意那個標籤 反正就不用撕掉啊 我覺得它就是我的一個部分 那可是呢 你其實不只是一般的啦啦隊 你同時升接了這個夢想家的 這個FOMOZAK SEXY的隊長 兼總監 對 總監忙什麼 就是要忙著大家的舞蹈啊 對 我忙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多 我的位置其實就像大家的媽媽 這麼年輕貌美的媽你看 好幸福喔 因為我最一開始就是來到夢想家 他們其實是要找我來當他們的經紀人 我就是來當隊長跟隊員 對 然後他們就說 欸覺得我就是 就是有 認識他們這個機會 他們就覺得我的個性很適合當經紀人 因為你很適合管理 照顧大家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欸我覺得我在目前好像還有一點產值 所以我就還 暫時還沒有想要退居幕後這樣子 所以後來才談說那還是 你有沒有意願當隊長 所以第一年進來的時候其實我就是很空降 我跟壯壯 我們兩個人就是空降變成了隊長 但是其實他們 就是已經有學姐是在經營的第一年 所以進來的時候其實我們跟學姐之間 是有很大一層隔閡 那妳要怎麼破冰 花了很大的心力 就是要跟他們相處 然後瞭解他們 然後釋出很大的善意 那妳還有具體的做了哪些行動 基本上他們跟我出去 我不太會讓他們出道錢 就是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哇這樣子媽媽耶 對對對 就是如果我可以接送或是讓他們 在台北工作的地方住 他們幾乎都住我家 照顧大家 對就是我會比較像是 因為我的年紀也跟他們有一點點落差 我就覺得我是比較像是照顧他們的角色 是從今年開始才當總監 當總監就是又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我要剪音樂編舞排隊型 我要整 包含主題日 我還要想說這個主題是什麼 然後要穿什麼衣服 我還要去採購這個衣服 那妳不會分身乏術嗎 所以我後來都覺得 對他們都覺得我好像有很多個子子在做的事情 但是其實就是只有我一個人 但是我覺得我很喜歡做這件事情 就我覺得 我的個性就是 比較相信自己 所以我都覺得說 我也很有信心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好 然後我就有點像是 就是在打造一個作品 對所以 我父母雖然也對我來說 其實他們就是我打造的一個作品 然後我就是看每個女孩都 越來越好 人氣越來越高 然後跳舞一跳越來越好 越來越漂亮 我會覺得很開心 你真的有很聖母媽媽的那種角色 所以請能聖母光給他 先看一下 我覺得妳今天的故事真的非常精彩 謝謝 今天是菩薩加聖母光環 真的真的 真的謝謝姿姿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也再次感謝所有觀眾的收看 好 謝謝大家今天的觀賞 也謝謝姿姿還有Yuri 謝謝 拜拜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